上分 学三招 谁有 要不要 上分 学三招 谁有 要不要 圣堂时 礼拜文武双绝 诗词天下第一 剑术天下第二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试了浮衣去 深藏功与迷 看见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大河之剑 牵上来 礼拜号称 新年渐线 拥有两个强强 礼拜号称 新年渐线 拥有两个强强强 强大不可选定的技能 二技能 边缘自带减甲效果 配合大招 能打出爆炸伤盖 上分 学三招 谁有 要不要 圣堂时 礼拜文武双绝 诗词天下第一 剑术天下第二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试了浮衣去 深藏功与迷 看见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制裁之刃 复活甲 明文备战 夺翠 鹰眼 异变 召唤机技能为 逞机 现在马上带大家领略一下 这脱痕三招的奥妙之处 脱痕第一招 刺刺A 常看我直播的小伙伴们 一定发现了我经常使用的一招 刺刺A打法 那么刺刺A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呢 李白的一技能 实际伤害判定要远于一技能指示器 并且一技能第二段的位移距离 也要大于第一段 一个老李白在使用一技能时 一定会把一技能的额外攻击 判定距离也计算进去 当第一段一技能命中敌人时 李白本应该处于敌人生前 而不是处于身后或者重合 否则会导致我们一技能第二段落空 也有可能因为一技能第二段位移距离过长 而A不到人 在每次释放一技能后都接上一发平A的话 我们就可以EA1A光速解锁大招 这算是新版李白的基础操作了 在此基础上结合拉野的技巧 我们可以A一下野怪 并在路上一技能穿兵获得成数 第二次一技能命中敌人 并再接一下平A 做到A次次A 同样的可以解锁大招 事实上新版李白解锁大招的方式非常多 A次次A2A等等花样繁多 解锁大招已经不再是李白的核心了 如何削减敌人血量进入大招斩杀血线内 才是新版李白的核心问题 到了游戏中后期 E技能加满后CD极短 我们可以反复使用刺车A贴脸消耗敌人 削减敌人血量 一旦刺车A近身后就有机会击杀 并接上二技能留人 A出大招进行斩杀即可 而刺刺A则是一种不断试探 消耗敌人的手段 你看我这一波 刺刺A加二技能留住招军 大招将其击杀 一技能回到原位后 走位等一技能CD赚好 三秒后我再次施展 刺刺A加二技能加A 击杀装冲返回原位 并指挥队友乘胜追击 敌方打魔所有回塔下 我还是一个刺刺A 直接收掉残血打魔 回到原位后 二技能躲掉防御塔伤害 随后跟进队友一起推进 敌方悬侧还想收塔 我刺A刺A 直接刷出刺成剑气 被悬侧甩勾后 我原地放出大招 配合队友击杀悬侧 并次次拉开距离 见敌方已经溃不成军 我又返回原位 配合队友推掉水晶 赢得胜利 怎么样 这一招刺刺A无限消耗 学会了没 脱坑第二招 五秒法则 新版李白的大招伤害 是被砍了一刀的 除非你经济完全领先对面 否则想要一个大招 直接秒人 基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大招 解锁的五秒时间 做更多的事情 由于一技能 现在也能触发剑气 这让李白大招 拥有了微妙的变化 从原来在别的地方 刷出大招 利用五秒的时间赶路 进团把大招扔掉 到了现在 进团一瞬间 解锁大招 而大招拥有五秒的程序时间 我们完全可以不急着放 可以等到敌人反击的时候 再用来躲避技能与伤害 有趣的是 一技能每一段倒数时间 和大招解锁时间 都为五秒 所以当你用一技能 解锁大招时 大招持续时间 和下一段一技能的 倒数时间是相近的 一技能会略快一些 你可以利用这个倒数时间 来提醒自己 什么时候放大 期间尽可能的平A 把敌人的血线降低 然后再放出大招 击杀敌人 大招解锁的五秒期间 被动狭克星 会提供最高58点攻击力加成 所以利用平A降低敌人血量 有时候对能否击杀敌人 有些关键作用 另外我们之前说过 李白二技能的边缘 是自带减甲效果的 最高可以减少敌人 475点物理防御 在五秒的时间内 先用二技能边缘命中敌人 就可以有效的提高大招伤害 有的时候 敌人不撞二技能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试法的时候 用边缘瞄准敌人就可以了 按住二技能的时候 二技能会有边缘范围 平时打野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练习这个边缘瞄准法 如果你实在瞄准不了 还有个办法 那便是拖动施法的方式 来拖动二技能 这样二技能 释放指示器会一直存在 直到你松开手才会释放 多加练习 提高二技能命中率 在五秒内 让大招伤害 最大化吧 头坑终极要以 无限时刻形剑 由于一技能命中 现在也叠加一层剑气 EAEA可以轻松刷大招 而在一技能后期 只有三秒CD的时间 让李白拥有了极强的机动性 很多技能都会选择 蹲李白的分身 企图在李白技能放完 回到原位的一瞬间 将没有技能的李白秒杀 但现在EAEA刷大极其简单 次次A就足够李白进行消耗 所以我们逆向思维的话 完全可以在刺刺AEA 消耗敌人的过程中 刷出大招 捏在手上并不释放 在返回原位时 如果发现有敌人遵守分身 则立刻用二技能 和之前刷出的大招 与其周旋 缓冲一技能三秒CD的时间 待CD赚好后 我们便可以再次施展刺刺AEA 将大招捏在手上 此时可以再次返回原位 以大招自薄做循环消耗 也可以以大招收割 完成击杀 这是一套防守战法 便是无限蛇行剑了 每一次回到原位 都能通过大招 和二技能的无理时间自保 然后刺刺A消耗刷大 不断的循环 一技能三秒的冷却时间 则一直被大招和二技能保护 敌人再想蹲李白的分身 便失去了意义 不过当我们第一轮 刺刺A成功消耗敌人大量血量时 第二次刺刺A上去 就可以果断刷出大招 进行击杀了 新版李白只要保护好 自己一技能的三秒CD时间 便可以做到可攻可守 可进可退 机动性无人能敌 你看这一波 敌方上野发生团战 我方五十天率先死亡 我利用小兵刷出大招 从上方入场 一个大招收到两个残血 观察牛魔走位后 选择回到分身位置 封住牛魔退路 此时敌方刘邦从天而降 我不慌不忙 一个平A收掉牛魔 拿下三杀 最后在刘邦身上 施展A次A次 解锁大招 一技能第二段直接冲到后排 大招将其B缠打出闪现 刘邦想追 但我一个一技能返回原位 拉开距离 反向逃跑 我一个赤字A2 直接将米莱迪送回家 并利用小兵刷出大招 逼退刘邦 然后返回原位 A刘邦回血 而一技能拉开距离 躲掉刘邦眩晕后 回升大招 配合五十天大招 将刘邦击杀 团灭敌人 怎么样 这一波团战 利用一技能来回穿梭 无限射心战法 你看明白了吗 今天的三招脱坑指南 就介绍到这了 斗鱼688 没玩气的吧 咱们不见不散